第三期,還是第四期,年紀長一點的, 誰都不知道,童玩的一期, 就辦中國童玩, 中國童玩的一期, 他們去訪問十二個台灣的大學教授的教育學家, 十二個著名的, 這十二個教育學家說, 中國沒有教育, 中國自古不重視教育, 潘森,琳達, 吳美瑜女士, 還有他們其他的幾個, 我懷孫、楊洪嘉、西宋, 他們四鐵柱, 特別是琳達, 很驚訝,因為琳達是個外國人, 這個ABC, 非常驚訝, 一個這麼古老的族群, 可以沒有教育幾千年還活下來了, 這太奇怪了, 只有科舉,沒有教育, 聊天,就問我, 他們都是權威, 你怎麼看? 我說怎麼會沒有教育呢? 西州就有小學教育, 雖然是位貴族, 就有小學就一層級一層級的, 一直遇到大學, 三千年前, 教育理論, 經典就是教育理論啊, 怎麼會沒有呢? 我就把我所知道的, 歷代的教育, 和某份經典, 理論提供給他們, 他們就約我進去, 成為他們的工作同伴, 我就成了他們的高級部門, 然後又成為我美雲的博文老師, 一直到現在, 大海趨勢。 那麼現在孟子, 得這些觀點, 是提出對知識分子, 因為那個時候認為, 知識分子就必須負起社會責任。 社會的動向, 證出來其凶, 細於知識分子之身, 這是天父的責任。 那麼我們剛才所說的, 這些知識, 知人之言等等這些, 也就是, 一個知識分子, 在被教育過程中, 而後要呈現出來的, 基本行李。 所以傳統中國的士, 後來稱的士黛夫, 近代等同知識分子, 跟西方的十九世紀的知識分子等同, 其實, 西方的知識分子不負社會責任。 中國的知識分子, 傳統的, 一定要負社會責任。 所以有這一點不同, 我想我們再休息一下, 大家休息累了, 我今天有沒有生涉及力很凶的樣子? 沒有吧, 沒有這個意思啊, 呵呵呵呵呵。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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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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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hank you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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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You Than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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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you This Thank you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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You Than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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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you You Than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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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you Yeah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So Thank you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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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hank you